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明明能够一见秒杀魔兽 但偏偏被世人看不起 只因在这个狗都会魔法的世界 男主却是个连狗都不如的无魔力者 明明不被所有人看好 却执着成为魔法学院第一人 一切都是儿时和青梅竹马的约定 携手登上象征魔法史至高的荣誉殿堂 但仿佛命运的戏梦 艾尔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至高武装之一 而自己却还在魔法学院最底层挣扎 尽管受尽世人的冷眼相待 但男主非要证明自己 即便是无魔力者 也能依靠剑术 在这个魔法之上的世界成就最强 牛逼 在这个立家殿魔法学院中 有着一位无魔力者 每次上课都会被老师叫出来 当作反面教材 无法释放魔法的他 每次都会成为众人的嘲笑 只因身为无魔力者的男主 却依靠压倒性的知识进入学院 在高高在上的魔法精英眼里 男主的存在仿佛就是他们的笑话 连狗都会得触及魔法 男主却无法发动 老师嘲笑道 在这个魔法就是权威 魔力就是力量 魔导师就是英雄 而在这座以魔法才能为尊的学院 男主这种徒有知识 却无法使用魔法的废 根本不配在这个培养闲者的地方 不自量力地追求梦想的愚者 建议男主这个吊车尾 尽早离开学院 等到了下课 红毛带着小弟来嘲笑男主 听说男主又带着低尖魔物 偷偷去地下城赚取学分 简直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看不过眼的笑话出来制止他们 红毛不太理解 克雷特身为贵族魔犯生 竟然会出手袒护这种流疾的废物 殊不知在克雷特言 男主不仅非常亚撒西 甚至比任何人都还要努力 更何况男主是自己的好朋友 不允许有人这么诋毁他 这话不禁让红毛笑了出来 光凭温柔和努力 是无法成为伟大的魔导师 更别说想成为至高武藏之一 眼看克雷特在这里 红毛也明白无法继续欺负男主 说罢带着小弟离开 而刚刚提到的至高武藏 是由世界最强的五位魔法师组成 守护着这片天空 只因在很久以前 人类对天空一无所知 长期被关闭在黑暗之中 遭受天上的侵略者威胁 在危难之际 由五位魔法师挺身而出 拼尽一切的力量 将天上的入侵者 全部驱逐出去 再对天空施加封印 防止他们再次来袭 为世界带来和平 虽然如今他们已经去世 但至高武藏的最强称号 被世人继承下来 小时候男主和青梅竹马 意外在书籍中得知 听说真正的天空 挂着月亮和太阳 而天空的另一边 有着美丽的夕阳 很多景物都会被染成红色 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阴影 如果能成为至高武藏之一 就能去最接近天空的那座塔顶端 于是两人就此约定 至于自己没有任何天赋才能 即便身为无魔力者 却始终没有放弃当时的约定 为了获得学分顺利毕业 经常偷偷跑去地下城刷怪 当然每次都被瓦克纳老师发现 不仅未经允许跑去地下城 甚至还独自去到危险的第七层 要是再这么下去 生怕某一天死在地下城中 虽然瓦克纳老师嘴上不断骂男主 但其实内心对男主非常好 不想因为男主为了赚取学分 从而白白丢掉了信誉 在男主带回来的素材 也确定男主成功讨伐邪灵守卫 给男主增加了两点学分 只应成为至高武障 学分是不可或缺的 而获取学分的途径也只有比试 魔法威力以及实战这三种渠道 所以无法使用魔法的男主 只能依靠实战不断刷分来弥补差距 但光凭实战来赚取学分 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到时候别说是成为至高武障 就连能不能毕业也成问题 毕竟男主这次考试中也没拿到学分 想要合格 必须要在这个星期内 拿到四个学分才行 文言男主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 立马拿出笔记本 看看有哪些任务有四个学分 对此老师自言自语的说道 听说有个怪物在第六层出现 恰好男主还没讨伐过 文言男主很是兴奋 紧紧抱着老师感谢 殊不知两人的对话 被门外的红毛偷听到 召集小弟打算借这个机会 先行一步解决掉这个魔兽 这样一来 就能彻底将男主这个无魔力者的废物 赶出学院 但红毛怎么都没想到 原本凭他们三人的实力在第六层 即便打不过也不会丢掉性命 殊不知正因这份自打 让三人差点在这里丢掉性命 然而本该抢怪的任务突发一边 避之面目猙獰的魔兽 突然出现在眼前 小弟顿时就被吓坏了 撕心裂肺的哀嚎声 引起不远处男主的注意 以为有学生被袭击立马赶过去救援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红毛发动引以为傲的魔法 不断攻击魔兽 但那伤害就如同刮沙一样 男主惊讶发现 眼前的魔兽竞价值时 学分的邪灵哨兵 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强大魔兽 本该栖息在更底层的魔兽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第六层 被吓坏的红毛一直攻击牛头人 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根本无法阻止步步逼近的牛头人 再这样下去 红毛必定会死在对方手中 如今能救他的也只有自己 可自己真的有必要去救他吗 过往被他欺负的画面历历在目 冷眼相待以及百般嘲闹 就算现在见死不救 也是无可厚非的行为 正想逃走之际 内心猛然产生一股悸动 青梅竹马的声音猛然在脑海中回响 你是个既温柔且勇敢的人 但其实男主内心明白 自己并不温柔和勇敢 毕之以来的努力 只是为了站在他的身边 想要变成配得上他的人 虽然一直被人嘲笑是吊车尾 但最起码此时此刻 自己要做到问心无愧 如同手上的利剑 勇往直前无畏无惧 与此同时 爱德沃得知红毛擅自进入地下城 找到瓦克纳 希望对方派出使魔寻找红毛的下面 不过得知红毛只是去了第六层 便觉得没那必要 因为瓦克纳知道 男主现在就在第六层 而手中的水晶 可以连接男主身边的使魔查看情况 此刻 男主不断地和牛头人进行交锋 双方把他不相上下 这一幕红毛都看呆了 仿佛颠覆了他的印象 男主不该是个无能者才对吗 就连爱德沃也不敢置信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殊不知男主其实是个异端 他有着魔法师不该有的神 轻轻松松打破一切限制枷锁 不仅拥有矮人足端强韧性 甚至只要看过一次 就能掌握敌人行动的洞察力 牛逼 然而这让爱德沃不能接受 无魔力者的废物 竟妄想成为凌驾于魔法之上的存在 等到了第二天 男主上交了牛头人的手机 成功获得了十点学分 最终有惊无险地留在了魔法学院 自此 一位少年即将颠覆世界的故事拉开序幕 杖和剃が交わるウィストリア 男人怎么也想不到 在这个以魔法为尊的世界 那个全年级吊车尾 有史以来唯一不会用魔法的废柴 竟然会是先天战士圣体 只靠一把破魔之剑 两个回合就让他这个魔法学院 最强教士破坏 被一直以来瞧不起的吊车尾划伤脸颊 这让男人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而不仅是他 自从男主干吊事 学分的邪恶哨兵已经过去一天 虽然男主没有声张这件事 但红毛带领的两个狗腿子 却到处张扬 声称是红毛凭一己之力将怪物干掉的 然而因为他们很快便被打晕过去 所以没能看到那场精彩战动 而此刻红毛受到的打击 太大一言不发 想到被区区吊车尾拯救 便怒火中烧 这时看到路过的男主 他当即扑上去抓住伊林想要泄愤 结果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 手下败将不管怎么做 也都是自取其辱罢 与此同时 爱德华找校长提议强制让男主退学 理由是魔法学院不需要战士 而且男主还是比一般魔法师要强的存在 校长对此没有直接答应 毕竟男主的文科成绩很优秀 除了不会用魔法绝对是个优等生 总之为了迎接来临之日 多一个智者有何不可 爱德华则继续反驳 男主的目标是成为至高武障 根本没想过当上智者 文言校长干脆让他对男主进行考试 考试内容由他决定 若男主没能通关就由爱德华随意处置 另一边男主正在刻苦学习历史 精灵与矮人都是外来种族 以前矮人每天重复劳动被人们任意拆解 可得到的待遇却不及精灵的十分之一 因此矮人组建出一支万人军团发起反抗 虽然他们在高塔面前不堪一击 但绝不放弃的信念 是比魔法要更加强大的力量 此时克雷特注意到他长白头发 但却以为是太过操劳导致 下一刻爱德华突然来到面前 直接把男主叫去训练场 声明由他单方面检验男主实力 只要能击中他一次便过关 而且给十操科目加五个学分 失败则离开学院 不给拒绝的机会爱德华当即发起攻击 完全是一场没有公平可言的较量 与此同时沃克被叫到了校长室 通过直播他看到了男主的现状 校长声明考试正在进行中 禁止沃克插手 此话一出他气上心头 那样做对男主而言太残酷 虽然爱德华并没有动真格 但熟练度就摆在那里 即便用低级魔法也能打出终极威力 只见男主突然发起冲刺想要近身 然而同样是低级互动 纵使男主拥有一身怪力也未能撼动 爱德华随即开启无音场连发模式 从原本的手枪变成了机枪 在火力覆盖下男主连躲都躲不掉 凭现在的他在一击魔导师面前只有被虐的分 但若有一把剑至少不会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与此同时克雷特很是不安 一想到爱德华要给男主单独补习 就怕他会被动用私刑不断拷打 此时克雷特注意到那是男主的始末七七 只见他在威尔的储物柜前抓了几下 他顿时明白过来对方有危险 当即带上武器火速赶往现场 另一边男主被他狠狠踩在脚下言语羞辱 当问到为何要执着成为之高武将 结果听到只是想和喜欢的埃尔在一起 这让爱德华更加恼火 谁会为了那点破事去追求魔法的领点 此时在用嘴盾拖延了一点时间后 克雷特顺利带着武器来支援 而有了装备加持他终于不用再被动埃尔 因为含有破魔属性 面对低级魔法好比热刀遇到黄油能够轻易展开 爱德华健壮再次使用火力压制 对此男主心中万分惊恐 但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只因他相信还存在突破口就不一定会输 回想历史上矮人发动的加瓦龙左之战 加雷斯就算失去所有同伴也没放弃冲锋 最终成功伤到了魔导师 而对方也认可了矮人的勇气和地位 下一刻魔法如洪水般朝他袭来 而按照有烟无伤定律 这当然是一发都没打中 男主双腿一蹬来到空中 再借助天花板加速一件猛的劈开对方的防护罩 也就这同一瞬间双方迅速转身使出最后一击 但纵使爱德华的攻击再快也没有男主的剑场 于是不出意外男主成功通关 眼看男主没事沃克终于松了口气 最后镜头给到男主摄友的身上 虽然他是男的 但却像个家庭主妇一样经常照顾男主的饮食 得知自己的青梅竹马 也就是魔法界现在最强的五位智障之一 在今天成功第十二次独创魔法 虽然打破了历史上的纪录 但由于这次的独创魔法 需要不少来自地下城第四层双支步兵的兵活 因此男主也决定去讨伐 不仅是因为完成后会有丰厚的奖励 更重要的是他很想帮上对方的忙 他忘不了上次离别前 对方说会在塔顶等待自己的那句话 在这个魔法才是绝对的世界 只有他相信不会魔法的自己 总有一天会成为至高武装 然后与他一同见识真正的吸引 虽然男主也明白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至少现在他可以先帮上对方的忙 很快他就来到了地下四层 但他却没想到兵机之杖的魅力正压 仅是这么一会的功夫 外围的区域便已经被学生占满 让他根本就抢不到这里的魔物 于是也正因如此 男主决定前往深处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却在深处遇到了一位四年级的学妹 还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在剑术上的造诣之高 是他生平所见之罪 只是瞬间就完成了三连斩 连肉眼都跟不上他的速度 这顿时就打破了女孩既有的观念 要知道在这个魔法之上的世界 除了魔法以外 其他根本就只是花拳袖子 更别说能秒杀魔物 但男主却不知他心里所想 倒是没想到能在这里救下一个学妹 毕竟这里可是地下四层的最深处 爱丽丝虽然不是一般人 但震惊却是真的 毕竟能将剑术修炼到这种程度 至今为止他也是第一次见 但表面上他却不露声色 而是在感谢男主救下了自己后 接下来两人也开始同行 当男主问起他 为何会来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时 他却表示自己也想成为支撑天空的一员 这句话也引起了男主的共鸣 原来曾经为了抵御天外来客的袭击 虽然最初的至高武装 用他们的无上楼 用创造出的结界将敌人挡在了外面 但同样作为代价 让后来者无法见识到真正的天空 现在肉眼可见的 也不过是结界所幻化的 也正因如此 他与青梅竹马所说的去看真正的夕阳 便是希望总有一天能撕碎这虚假的天空 当然在此之前 他们必须先拥有至高武装的实力 拥有抵御天外来客的资本 正当男主这样想的时候 爱丽丝却表示自己 其实有亲眼见过兵机之杖 他忘不了当时也是在魔物包围时 对方救下自己的场景 他只是用了一击 世界便陡然安静 那股光景让他至今都无法忘却 也正因为了想帮上兵机之杖的忙 所以他才会来到深处冒险 但可惜的是 就算在这种人少的地方 他也遇不到双支步兵 汉支魔法也根本起不到作用 但没想到刚说到这里 不想男主却有了发现 原来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 他判断出有一只双支步兵就在附近 但不同于一般的那种 他感觉这是一只狠角色 只因留下的兵片尺寸 要比普通的大上好几位 直觉告诉他 这只怪物就在他们前方的不远处 可这却让爱丽丝十分不解 他不懂不会魔法的男主 却为何有这般迷之自信 但对此男主却只是表示 是魔法并非绝对 尤其是在地下城里 就算是这样的他 也能通过运用知识与智慧 以及经验来弥补 只是当看到魔物的真容后 爱丽丝变震惊了 她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第四层的特异种 也是价值六学分的双支王 要知道出没在第六层的巴斯卡威尔 也不过才四学分 两者都不是外院学生 可以应付的怪物 但他不知道的是 就连价值时学分的邪灵哨兵 男主之前就已经干掉 但也正因不知道 于是得知男主要亲自 对付这个魔物后 这也让他有些担心 原来双支王还有一种特性 那就是物理攻击 对他几乎不管用 在接触到他的瞬间 就会被冻结 简而言之就是近战的克星 一般只能用克制 他的火系魔法来攻击 但对于爱丽丝的好心提醒 男主却表示没有问题 因为双支王这种魔物 他已经打倒过很多次了 早就有了对付的经验 而下一秒也正如男主所说的一样 在飞快接近的同时 对于双支王的激光 他不仅做到了偏夜不沾身 更是在躲避的期间 他还不慌不忙地 扔出了一个奇怪的装置 在准确地扣到了 双支王的身体上后 然后便绕着他的周围进行移动 一会从下到上 一会从左到右 在做死的边缘间疯狂事态 当然并不是无敌放适 而是透过装置上的丝线 通过在四周移动 将双支王给捆绑起来 这是一种特殊的魔道剧 不仅不会被对方的身体动静 同时还自带一种火焰魔法 对此男主早就已经驾轻就熟 直到感觉差不多了后 他也施展出了最后的杀招 只是瞬间 从四线上突然出现的火焰 变以极快的速度在传导着 而逐渐也抵达了最终的威胁 没错男主使用的玩意 其实就跟点鞭炮的原理一样 最后会轰然炸开 不出所料的是 双支王在这一击下便隐恨当场 但就在男主在回收冰河的时候 他却不知道此时爱丽丝的表情 忽然有些奇怪 然而和男主分开后 爱丽丝变像换了个人一样 原来她其实是 人才发掘机构中的一员 在魔法界都没有多少人知道 在卸下自己傻白甜的伪装后 随后她也来到了塔顶的位置 此处是平时之高五丈开会的地方 刚好巧合的是 这时他们也正好开完会 但对于这迎面而来的压迫感 爱丽丝却依旧不慌不忙 表示自己在视察学院时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才 也是无法使用魔法的无能者 她想推荐其成为塔顶的一员 但不料此言欲出 最终还是火葬有了个主意 马上就是魔导大技了 到时候有没有奴隶自荐分享 毕竟有用的东西会自己爬上来 这一点雷杖道也非常赞同 随着她先行离去后 紧随其后风杖和火杖也不想再此地多待 唯一只有冰杖没有离开的意思